记者张义成宜兰报道,台九线苏花公路114,37K9公里路段,经受豪雨影响,出现大面积土石摊坊,虽于今下午30强通,但入夜前又传出土石摊坊阻断,公路总局于今下午50-50分时施封路,由于今未收假日,不少从花东北返车流所组在中途, 东澳市区街道瞬间成了大型停车场,宜兰近日豪雨不断,苏花公路9公里路段边颇寒水量过高,昨晚11时土石摊坊,直到今下午30才完成强通,原预计今晚90起,在实施预警性封路,但入夜前又传出土石摊坊,阻断道路,封路时间提前至今晚50-50分。 由于今未收假日,不少北返车流受到交通阻断影响,被卡在东澳端无法迁紧,入夜后整个东澳市区宛如大型停车场,即满超过百部大货车,游览车及小客车,唯一的便利商店也即满人潮。 因车流拥策,苏澳警分局也动员警力协助指挥警方表示,因苏花公路114,37K双向阻断,无法通行考量入夜后山区危险性,现已派员将114-119K滞留车辆,强制输导致东澳市区,以免危险。 至于东澳市区车流,则指挥部分小客车至南澳湘等待。 此外,公路总局第四区养护工程处表示,现摊方地点仍有间接落实,增加救灾困难度,但救灾机具与人员仍于现场待命如天后稳定。 将于明日全力强通,现也协调南澳湘公所协助滞留旅客安置,并启动苏花公路替代道路方案。 替代道路方案如下。 1. 往花莲方向台北,罗东,三星,离山,大鱼岭,泰鲁阁,花莲。 2. 往台北方向。 1. 花莲,泰鲁阁,台八县,大鱼岭,离山,台七甲,三星,罗东,伊兰,台北,花莲,罗东,伊兰约需6小时。 2. 花莲,泰鲁阁,台八县,大鱼岭,台十四甲,台十四县,南投,台北,花莲,南投,约需7小时。 3. 花莲,泰九南行,台东,南回,平东,约7小时。